嗨伯伯们大家好 刚刚在给养殖草运输这个玉米 发生一件尴尬的事 这边后面这个轮胎罢工了 我让大家看一下怎么回事 看这里 我在开车的时候没有检查 这个轮胎是气压很低的 没什么气 我忘记打气了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现在是犯难道了 这个怎么搞上去呢 这个坡其实是很陡的 从这个视频上面是看不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视频拍那个陡坡的话 总是拍的很缓的那种感觉 可能是角度的问题吧 看这里 刚刚就打滑了 看这边 又在打滑 我就说怎么开不上去 你看这里 轮胎啊 变成这个样子 现在 不知道怎么办 事实证明出门一定要检查一下这个胎压 好尴尬 现在只能把它扛到养殖上去了 现在开着空车看能不能开上来了 这边这边在打 这样子就比较危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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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开上来了 看这种轮胎 等下要怎么弄呢 现在把山车开回来了 看这里 它开着开着 它这个贴合在一起了 看那一起了 看到没有 可以了 这个可以了 好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大家支持